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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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ob 今天我們這一集的這個影片的視頻 想要介紹一個好朋友給大家認識一下 那當然大家可能看到我們在影片 螢幕的正下方看到一個愛家志愿 這又是My Brisbane的房產嗎 不過我們先了解一下這位蠻有名的 他也是個網紅 那我就把他Cue進來 那我們來認識一下他 哈囉 Jacob 哈囉 大家好 OK 我這邊先來問一下你吧 因為你也是移民澳大利亞嘛 對不對 那首先我想問一下你的英文名字怎麼會取 Jacob 因為我很少聽到有這樣子的名字 你可能是唯一一個 Jacob我認識的吧 應該是我的中文名會比較的發音比較的像 Jacob OK 所以沒有不是特別什麼宗教啊 那在老外的我問過老外我說 Jacob是不是一個蠻常見的名字 他們其實是 是啊 還有我知道澳洲有一個紅酒好像叫 Jacob's Creek 是嗎 對 跟這沒關係吧 Jacob's Creek 穆爾本的一個牌子 OK 不是因為喝了紅酒然後才取了名字的 不是 對 好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是 分享一下你是 哪裡來的 然後你哪一年來到澳大利亞 是先留學嗎 還是怎麼移民到澳洲的呢 我是在國內工作過來的 應該是一四年的時候 差不多到現在有個十年的樣子 對 那個時候不像現在 現在大家會發現移民很難 就技術移民啊 分數很高 留學然後188關閉 然後中間經歷了很多事情 你會發現現在好像每一個渠道都沒有特別簡單的 但是在我那個時候 基本上就在我之前 我有聽到就是以前什麼水電工啊 就是你有份技術都可以 理髮師蛋糕師都可以 但是在我那個年代呢 那些應該是不太行 但是他會變成就是 如果你有大學文憑 不要很高啊 你本科碩士都OK 博士那就更好 然後你再加一個工作經驗或學歷 當時你在澳洲留學三到五年 你會有一個分數嘛 然後你如果不在澳洲留學的話 你在國內工作的話呢 你也可能有個五到八年的工作經驗 然後加上你的年齡是在 我記得33歲以內吧 你就能滿過一分 當時移民的那個 對你只要在職業清單上 然後滿60分就可以申請 哇這樣講的大家都心狠狠的 聽完以後覺得 哇為什麼當年不來啊 那你當年是 留學生嗎 你當年是留學生來的嗎 不是不是我是國內工作 你直接國內工作啊 那你原本的職業是什麼 在國內 原本的職業是工程師 哇工程師啊 對 什麼的工程師 在職業清單上面我看到有一欄叫 生產線工程師 哦 哇 我上次是汽車行業的 所以說 就正好能夠往那個上面去靠 然後自己幫自己寫材料 那時候還滿有意思就是 移民的這種諮詢 不像現在這麼發達 那時候我們是怎麼做的 就是論壇你知道嗎 有一些論壇 有一些移民的老前輩 他可能有一些成功的經驗 或者案例 然後他就分享在那個BBS上面 然後 他去看他的攻略 然後你照著他攻略做 然後做到有不知道的地方 那我們就在那個論壇上來討論 哇 哇 OK 那還蠻特殊的 那你一來你一到澳大利亞 你就在BRISBAN 是嗎 還是你先去別的地方 我之前在快來這邊的時候 我大概去過悉尼墨爾本 考察過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我對於自己 因為每個人的起始條件不太一樣 我覺得說從財力啊 學力啊 各方面來說 我覺得布里斯班是一個 他既不像說塔州啊 或者北領地那種 那麼的 對有一點點的 畢色或者落後吧 那又不像 夏尼歐茫爾本那個 生活成本那麼貴 所以我覺得 當時我對自己的定位 就是找一個未來有發展 但是呢 起步又不是特別困難的地方 就租下北方 所以說就選擇了 BRISBAN 我覺得還蠻有緣分 這還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建議 那你當年一來到 BRISBAN的時候 你是先找工作嗎 你是怎麼一個新移民先到那邊 你是怎麼開啟你這個新的人生呢 在澳洲新人生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當時的話 其實家裡人有問 他說你去澳洲幹嘛 我說澳洲 我原來不是汽車行業的嗎 然後我說我也不知道去那邊幹嘛 那邊好像有個貨盾汽車廠 但是澳洲的那個製造業應該不太行 我過來以後發現那個貨盾 可能自己都快不行了 是 所以他應該是找不到對口專業 當然 當時也有聽到過有一些TAF 當時去學過TAF的水電工 哇 你還去學水電工啊 就是網上你看攻略 他說剛來這邊的移民 你能做什麼 但是說實話 因為我以前是做辦公室的 所以說藍嶺 不是說不能做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路線 只是不太適合我 只是不太適合我 我覺得這個學業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很多人有興趣嘗試的話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走 而且在這邊的技術型的人才 還是蠻受社會尊敬的 對 理解 你當你有真的在做水電工的工作過 就去人家家裡幫人家修水管那些嗎 但是我是很新手來的 使用那種學徒的學徒級別 就是了解一些技術 對 然後就跟著師傅去做 但是確實 手的靈活性啊 或者是體力上面 確實還是明顯感覺是有 理解 這個活該跑下去 那你後來怎麼在 有在轉換跑道吧 我其實 我其實 短期內 我的建議就是 來澳洲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方向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就是要小步快跑 就是你在不同的這種領域裡面去嘗試 看一下說你個人會比較適合哪一個 或者你覺得哪一塊會比較的 比較的容易上手 而且有發展險 我當時很基礎 說實話 其實當時很基礎的工作 其實選擇過很多 除了那個水電工之外 有聽到過什麼按摩店啊 做清潔啊 我的媽呀 你做過按摩店嗎 也做過 對做清潔啊 都是 現在聽上去有點血淚死 但是 其實你只要心態放屏 這是任何一個 你在這邊如果沒有零基礎的話 基本上一定會經歷的過程 哇 我今天聽你這個講 我原本都在看你的這個雅各部的頻道 那當然這邊也跟大家公告一下 如果你還沒訂閱這個雅各部的頻道的話 可以在YouTube油管上面搜一下 你的頻道裡面 你完全都沒有講過你自己這些背景吧 最早 在最早期的時候 最早的 最早期 可能是期裡面 我有跟大家閒聊過 那怎麼後來到 到這個現在這個產業呢 也是機緣巧合 就是 有個朋友說 你要不要 可能也是在華人裡面去參加一些 類似像公益活動 或者是幫別人 拿把手的機會的時候 認識了一些朋友 其中有一個人說 我們這邊有地產相關的職位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那 可以就是比方說 你保持原來的工作 你可以先過來嘗試一下 就是 這種 半推半就的 就進入了這個行業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16年吧 16年 喔 OK OK 所以也在這個行業也快要 今年是都第八年了 對對對 第八年 那你在這個整個 你應該又 有看到整個 布里斯班的這個 房產的這個起飛 當然再加上疫情的那段時間 那你個人自己的感覺 當然因為很多人其實 常常也會問我們啦 就說這個 澳洲可不可以投啊等等的啊 那當然有時候我自己講的話 就好像 這個老王賣瓜 我不知道 那今天剛好 訪問到您這邊 您這邊想法是怎麼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我覺得澳洲的房產總體來說 它是比較值得持有 並不是說我是一個中介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幾點理由 就是 一個是我認為 澳洲的 它的那個制度和體系 國家的穩定性 它比較的好 就是我們不是說 從賺快錢的角度 因為很多賺快錢 可能你在一個 經濟市場裡面 可能更容易賺到錢 或者在一個稅更低的國家 更容易賺到錢 澳洲的稅還是蠻高的 但總體來說 我覺得澳洲的制度 會比較的完善 相對來說 你如果在這邊去 因為房產的總價值還是很高 它的社會穩定性 以及世界格局上的一個穩定性 還有它的制度 我覺得能夠讓你的財產得到 比較安全的傳承和保留 我覺得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們再談後面的 再談漲不漲啊 增值不增值這一趴 就是前面的這個穩定性的基礎 我覺得是存在的 我覺得很多的 很多的買家他也是認同的 那我們就再來看就是說 他作為一個投資或者是財產 他能不能往上走 增值保值 我覺得澳洲它是一個移民 首先它是一個移民國家 它會有很多外來人口有路 所以說它的整個房子 還是比較的有需求 對比較有需求 第二就是澳洲的這個經濟 還有這個在世界上的這個受歡迎程度 它是比較普遍的 就是大家說OK 如果有一天我會考慮移民 那麼基本上澳洲 我覺得一定是前五 有沒有這樣 基本上一定在前五裡面 你會找到澳洲這個名字 所以說它的這個需求還是有 然後加上一些一些比較好的一些 像沒有遺產稅啊 或者怎麼樣一些比較好的制度的話 我覺得作為一個大型資產來說 從全球的角度去看 它的各方面 價格也好 穩定性也好 政策也好 還有增值不增值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不錯的產品 這樣這樣這樣去講 好我覺得這個分享非常非常不錯 那當然我們今天的這個 這個介紹我們 Jacob 的部分 可能短短的就到這邊 那我希望呢 我們接下來 當然給我們跟我們的觀眾 粉絲們說一下 之後我們可能每一個禮拜 每一週 我們都會再邀請 Jacob 回來 再跟我們分享更多 我們知道您在這個 這個布里斯班的這個地產業 也有點知名度 所以大家很想知道 因為在海外的人想知道說 去那邊呢 到底買怎麼樣的房子呢 或者是怎麼樣的配套呢 會比較適合一個海外的投資人 我們接下來會有更多更多 這樣子的影片視頻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們今天感謝 Jacob 短短的時間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了 謝謝 Jacob 掰掰 感謝Cup 感謝各位觀眾 掰掰